這次要介紹給大家的露營白 跟我們之前介紹都不一樣 露營新手的好夥伴 老闆見之就是 不要蜜了 不要蜜了 這是一個熟悉的場景 沒錯又到了我們露營品牌特輯 這次要介紹給大家的露營品牌 跟我們之前介紹都不一樣 之前介紹了一些比較國際化的品牌 國際化就代表價位相對比較高 這就是為什麼會造成很多露營新手 一開始就擔心我要花多少錢去購置裝備 現在的位置是在秋奧豆在2024年3月份開的一間 新裝旗艦館 露營新手的好夥伴 他們這個品牌其實是在2023年2月才成立的品牌 在一年半的時間他已經開第二間了 他是顯力猩猩 再給他10年15年他可能會開成 自己發展品牌 而不是只有單純淨人家的貨來買賣 才成立兩年讓我們拍露營品牌特輯 他的自由產品必須得相當的多啊 自己看走鐘獎都有潛力猩猩獎 那我們露營品牌是不是有 台灣自主新興露營品牌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去報走鐘獎的潛力猩猩獎 報那個身材走鐘的啊 身材走鐘獎 他到底進了哪幾樣露營最需要的東西 帳篷 沒錯 他帳篷選擇不是只有一樣哦 包含空氣帳 客廳帳 車尾帳 樹搭 桌子 包含彈捲桌 IGT桌 戰術桌 全都是Chill Auto自由品牌嗎 沒錯 他的設計有沒有實用 全部都是實用取消 價格有沒有實惠 不是只有實惠 是踢魚式 現在要買最便宜的行軍床照誰 當然是Chill Auto啊 要買最便宜的客廳上照誰 還是Chill Auto 最便宜的戰術桌照誰 更是Chill Auto 那你對他品質是不是會有點疑慮 老闆都用暴力式的測試 踹他踢他砸他 壞了 就再買一個也划算 而且我們看 我們今天來 不是只有再把我們之前拍過的東西再講一次 而是他發表了很多不一樣的新品 外面看不到的 根據台灣消費者 特製特照 聽說這個創意還是源自於我們 講那麼多 所以現在應該要 走 帶你去看 走 帶你去看 走 首先鷹路也連第一件事情先看到 Chill Auto的雨傘架旁邊的 露營推車 阿發的越負 露營推車 基本上輪子都偏小 所以沒辦法克服越野障礙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說這個東西是一個完全用不上的東西 輪胎變成越野輪胎 你在露營的時候就會非常經常使用到它 而且這個露營推車轉向精準 跑車都是前載後寬 推拉的時候轉向比較方便 外面有往外撐出來 重點是價錢 推車賣2499 桌板賣890元 說到了露營 你最擔心的就是桌面面積不夠 來到了Chill Auto 這個問題迎刃而解 PGT輕便戰術桌 全部都可以做分離 也可以做連結 更可以做轉角 每樣單品單價 不超過1000元 中間還有一個IGT連結的單位 Snowpick要多少錢 2200 399 上面都是做磨砂防刮的材質 收編完全不利手 它其實應該賣799 應該也賣得懂 超划算 但是這個就稍微貴一點 這不是它的 是它的 是好 不能怪它 這怪不了它 L型的單位加起來 來 4999而已 你還可以選這一個 置物空間 方便以外 桌板的面積 兩個單位桌的大小 你知道它多少錢嗎 699耶 裡面的深度 放枕頭棉被都沒問題 Chill Auto只有這張桌子嗎 當然不會只有這樣子 再加上這一個蛋捲桌 木質的色調 包含這一個 加大桌面 120公分桌面 的單圈桌 再加上秋高豆的椅子 它把它三中椅子都買齊 也不過人家一張椅子的價格 哈哈哈 這就說過不過分 你能說 就像這種透氣的月亮椅 它收納起來也就是一小包 加上腿拖功能 就可以很輕鬆的坐在這兒 一張腿拖大概多少錢 一千五 重點是這個腿拖多少錢 兩百九十九塊 這才叫輕鬆鏽起來 舅舅我幫你找到你的椅子 後面就有置物袋 還有提拔 你一般拿椅子都要用斑的對不對 它可以直接拎在後面 走到哪 坐到哪 更不用講 它的寬度 一般的月亮椅 舅舅你塞進去 你旁邊的 優來吧 就溢出來 寬度比一般的椅子 大概多了百分之三十 更不用講它的收納 跟雨傘一樣那麼輕便 重點是多少錢 四九九 這個LOGO印上去 至少都要五十塊了吧 之前我們有介紹過 露營新手的天堂 叫做迪卡農 它已經比迪卡農賣的折疊 也還要便宜 迪卡農賣的椅子 就是這樣收起來 一個束帶綁起來 對不對 應該是說這個 這個被收納袋 賣四九九 但是送椅子 買不買 並不會說因為它便宜 質感或設計就掉漆 寬啊 哎唷 哇靠 這個寬度是旁邊還可以 叫一個小姐 呵呵呵呵呵呵 是 這個寬度這樣剛好啊 而且你看你的右手邊 啤酒是不是也有得放 哎呀 是不是 我幫你想好 都幫你想好 欸欸欸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怎樣 你不是想要買Coodie嗎 有在想啊 我幫你找到一個更好的選擇 來來來來 Coodie是不是充氣帳 這個比Coodie小很多耶 欸那時候Coodie看多少錢 大概五萬吧 這個充氣帳多少錢 3680 哇操 可以買12個 變成是北京故宮的概念 你有錢清宮 錢清店 養心店 你就把它整個營區排15個 皇上今晚睡哪店 把它當成買玩具的心情 來買就對了 你女兒隨便去美麗華 買一個玩具要多少錢 起碼都是2000以上 買這一個 她是不是可以帶著她的好朋友 進去裡面開Party 一般的術搭帳 你還得收還得折 這個你只要把它丟出來 它就變這樣 墾丁的那些洋傘業者 你不要在那邊擺洋傘 你就租這個給人家就好了 然後再點個燈 整個海灘是不是就已經美化了 你不要看它只有這樣子 小小一頂充氣帳喔 它雖然小 該給你的全都給你喔 我們搭帳篷最怕的是不是中文熱 你看它上面再給你一個遮陽布 它是不是熱空氣可以倒掉 而且在裡面 該給你的透氣窗 紗網全部都有耶 這個睡兩個大人都沒有問題耶 你直接買這個當成蚊帳 你把它放到你的屋頂裡面 不就沒問題了嗎 你可以隨便營造出一個 三房兩清的空間 出去踏青 去海邊玩啊 你都可以很快速的 搭出一個小小的庇護索 收起來就這麼一包 把它當成備用帳網 這個秋葉星空帳 新產品 學名叫秋葉星空束打帳 為什麼敢講束打帳跟星空 進來看 都是用沙網設計 透氣就會好 但沙網的缺點就是有可能會進水 所以它的外帳就是用TPU的透明塑膠 可以享受到空氣流通 還可以看到整片星空 不僅防水 採光也很好 再加上抗撕裂的布材質 防水也防風 重點是它的價格 還外面的貼幕喔 也就是潛艇喔 你看潛艇空間多大 潛艇等於是可以坐下四個人吧 如果你是用另外兩根銀柱 把它往外撐 那潛艇空間就會更大 就會坐到六個人 所以你只要再多增加一顆銀柱 不要用犀牛角的概念 而是用鳥角的概念 它就會變得更大 這邊還有一個柴爐的開口 國產的帳篷很少遇到有設計柴爐出口的 根據台灣消費者的取向而做改變的廠商 我認識的 也就只有超夠而已啦 看一下它的閃骨結構 夠不夠粗壯 這就是它為什麼可以束開的原因嗎 沒錯 重點是這樣的結構 你一定會想像收納起來 應該很大 重量絕對不低 來 叭叭 就是以一個背包的概念 而且重量在10公斤以內 除了可以關心之外 你連紗窗都不用買了 你看這麼大片的紗窗 落地窗 前面是不是可以當獨角獸 可以當牛角獸 它還可以當車尾帳 冷氣車尾帳開下去 晚上躺著看星星 配上這個秋葉關心束搭帳 完美 重點多少錢 猜一看 你還沒猜 少說 剛剛我們又經過這麼多的說明之後 整個層次往上拉高了不少 寬度 深度 高度都沒問題 隨便一個親民的Kazimi EDK 都要兩萬八了啦 我覺得大概在一萬四一萬五左右差不多 你有點內行喔 秋葉豆都是親民的價格 讓大家可以入手嘛對不對 一萬五的話你可以買兩頂 靠 接下來下一個單元會是什麼 一人推薦一項必買商品 就先你來啦 一定是你很想要的東西對不對 我超想要 一定脫離不開吃跟睡 這個你真的是內行的 之前是不是有介紹過秋葉豆行軍床 我們只有介紹過它的黑色 它其實還出了新色 看到沒有 黑紗綠三原色 跟我們T恤出的顏色是一樣的 唯一隻腳踩在一張床上面 上課老犯大美的採法 I've had my ups and downs 人家現在是T恤出的 你這個是秋葉豆行軍床 黑色是加大版 它賣2980 那一般只要是沙色綠色 這種特殊色都會再加價 秋葉豆一樣是加大版的沙色跟綠色 一樣給你2980 不然你買一張行軍床 大概在五六千塊左右 在這邊可以買兩張 而且都是加大版 它是四緩的 沉重也是沒有問題 150公斤 我自己都一直放在車子的後面 只要是12歲以下的小朋友去住飯店 基本上都可以不用再另外加錢 雙人房子可以住 爸爸媽媽或者爸爸阿姨跟小朋友 只要在旁邊自己搭一個行運床 有自己睡眠的空間 好像有一點道理 所以這常駐在我車上的裝備 這三張拼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 可以滾代表一件事情 就這布面其實夠棒 秋葉豆出了商品 果然品質也都是港港的喔 2980沒什麼好閒的吧 四環新軍床哪裡找 加大版 那你咧 我想都不用想 因為我已經被框架住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老師強力推薦的出水器 露營走到最後一定都是IGT系統桌 周邊開發的越多有趣的東西 你的IGT那一張桌子買的就越有價值 而且獨一無二 在外面不容易看到 因為一般就是真的在外面直接買一個這個頭 放在一個桌子上面 然後下面的管子又沒有通道 露營是不是就要chill 這chill爆 chill到底是不是懶對不對 這個也是懶爆 懶到底一張腳是不是 措手可及的位置 就是個好設計 它就是這麼輕鬆的一個管子 也就是說你的水沒了的時候 你這個直接拿去隔壁這樣插下去 用它的水 碎它的帳篷 養它的小 不是 如果你遇到比較大型的鍋具的時候 你把它轉個頭 在這邊接水就好 炒一個滷白菜 要加水的時候 轉過來在平底鍋裡面直接按 你連拿起來都不用 哇就是一個五星級的廚房 沒錯 而且五星級 到底多少錢 出水式可折疊電子觸控出水孔 實用的東西有設計感 加個800 又有電子的東西再加800 哎呦 所以 156要啦 0.5單位IGD桌板 附開口 讓你可以直接磁吸在上面 單買這個桌板多少錢 599啦 799元珍珠 推薦必買 雖然它是個小東西 旧度增加30% 讓你實用體驗升級 那就不是小東西了 而且會不會有一個可能 因為這是一個吸力裝置嘛 我按下去它會變吸塵器 噢這個就多了 多了 好啦我們都推薦完了耶 我這邊一副胸有成竹 你有什麼厲害的要推薦一下嗎 車速車路的神器 上一次拍秋奧豆的客廳帳 就有廣大的網友跟酸民說 你那個冷氣都會散掉啊 外面下大雨 裡面下小雨 我必須說 這一個客廳帳 縱使外面下大雨 它完全不漏水 有這麼厲害嗎 防水的係數很高 水珠就像渡人膜一樣 立在上面 產品一定有良率的問題嘛 秋奧豆所有賣出去的東西 非正常人為使用破壞因素之下 保固都一年 你講這麼多 還不帶我們去看一下嗎 跳太高了 我們現在就到了秋奧豆客廳帳的下方 你看空間之大了 是不是很開闊 跳是摸不到頂的喔 你來裡面板斗都沒有問題啊 這一塊布呢 是完全切合你車子的任何造型 你要是休旅車仙背車房車 它都能照得住 它這邊都一樣有掛點 你水在下的時候 水會從兩邊卸掉 旁邊這邊呢 一樣附給你拉鍊的處理 顧名思義叫密不通風啊 原廠開發就是有這種好處 今天就在秋奧豆新裝店的門口 把它搭起來 如果現在下大雨 旁邊的大卡車開過去 你身體是不會被雨水見到了 我建議秋奧豆的老闆 把這一頂常駐放在這裡 讓你的店面可以延伸 然後品擺進來 你為了要帶你 你就住在這裡 講上面防水還沒什麼了不起 它下方是做鬆緊帶的處理 所以在搭設的過程 多了這塊微布 等於是幫車子穿個襪子 套進去 完全就密封了 為什麼我們要講它的品牌價值 雖然是一個新品牌 但是他們很有創意 要什麼我就變出來給你 老闆建制就是不要命啦 你知道我覺得 不要命 不要命的 四台電動車這樣東南西北風 把它搭起來 冷氣開下去 這邊打麻將打通宵啊 秋奧豆的客廳帳 能解決你帳篷不穩的問題 所有的股價都是出的 頂天立地 大家都有出客廳帳 但我沒看過像秋奧豆 配件出的這麼多 你想要增設請示帳 你想要增設包車尾的車尾帳 你想要增設 單層圍布雙層圍布 它全部都有 雖然是端端頂頂的品牌 但是他們其實經營的還不錯耶 如果各位廢友 對各大品牌有失望的話 有什麼許願的話 都可以在我們下方留言 我們會好好的 跟秋奧豆的老闆聯繫的 那應該都有在看 那所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再開小鈴鐺 並且 分享女朋友 掰掰